A的Project屬性就是這個檔案其實他把他當一個專案來處理屬性裡面 按右鍵裡面的屬性 屬性裡面有個保護的保護的地方這邊鎖定這個一定要打勾 密碼的話 自己把它加上去 不過特別注意 你要記得密碼 如果你忘記了你不要問我我也不知道 之前就有同學忘了密碼問我 那就 所以你要鎖密碼 練習一下 最好你最後這個沒有很重要你還是就不要鎖好了不然到時候忘記麻煩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你下一次打開他就會提示請輸入密碼 如果沒有密碼就打不開 看不到程式 所以這樣保護其實也還蠻簡單的 而且至少可以保護你的雖然是你的智慧財產權 OK 好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記得就是說 VBA的存檔 一定要是 啟用聚集的那個選項 第二個的話就是在那個 我們VBA的那個專案 VBA Project上方 記得按右鍵有個VBA的project屬性 可以把它保護 那你下一次開啟要去執行VBA的時候他就會跳出請輸入密碼 你密碼輸入進去正確才可以開 不正確就開不了了 OK 那當然執行是不會有問題啦 就是說 一般使用者 他除非要來看程式嘛 不然的話執行上面都不會有問題按鈕按下去也不會有問題 除非你要去設計去編輯的時候 好嗎 うん